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React 我在一年前的时候讲JavaScript的时候 当时问说Vue和React的一个Angular 我们要不要学的问题 当时来说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 说Vue和React是选学JavaScript的基础 这quart是必须 到了今天我们 因为我一直在看这个 就是所有的公司 其实来讲就是我们学习一个技术 要不要学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就是说你学完了以后 这个技术在你面试的时候 和你工作的中 它用到的概率有多大 因为我们学一个东西呢 因为技术很多 技术千千万万 而且永远你学学无完 但是来讲 那么我们总要有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学这个东西干嘛 就是大部分人学完这个东西以后 是能够帮助你在工作中获得竞争优势 也就是说呢 那我们大部分人呢 其实是考虑的是说 这个东西能不能帮你产生竞争优势 那么也就是说 你在工作中 能够用到它 那么你平常如果不会这个东西的话 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以及第二个点呢 就是说你在面试的时候 别人也会问到你 那么这个东西来讲才是有用的 那么Viu和React 现在其实来讲三大框架 Angela Viu和React 前一段时间我已经把Viu讲完了 因为Viu是最受欢迎的 Angela在中国的这个 大概的使用不是很受欢迎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的学习 这个复杂度太高 国外呢 做前端的这些工程师呢 很多都是计算机程序员出身 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讲 他们更愿意去使用一个更像 看起来更像程序的东西 而国内的前端工程师呢 从基础上来讲 大部分人是学脚本出身的 所以来讲呢 大家觉得这种很正统的 很复杂的这种程序的东西 其实不是很愿意去做这个东西 那么所以这就使得说 Angela这块的话 以及包括NoteJS这块使用的 受欢迎度并不高 而View和React现在是最高的 那么View来讲呢 其实是最高的 View最高的话呢 那么它其实更像一个脚本 我们看到的View的使用方法 更像一个脚本 而React呢 其实来讲 更接近程序员的状态 但是它也被Angela好用 而且React在最早期的时候 有一度就是 大家喜欢用React的原因 就是因为React的效率要比View高 也要比Angela高 因为它是用了VDOM 但是后来View以及Angela 他们都把VDOM上上去 但是大家依然会有很多的人使用React 当然React还有各种各样的好处 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看到三大框架里边 MV星框架里边 React的使用 也比Angela状态要好 当然View是最好的 所以今天我们开这个课程呢 其实来讲呢 是要让大家理解React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从零开始 什么都不会的学员的 那么你做完以后来讲 能够保证你两件事情能够做到 第一就是说在面试的时候 如果问到React的东西 你应该是可以应付的 你所有的东西应该是能够知道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在工作中 如果你的工作场景使用React的话 那么你能够把相应的这些技术 应用到工作里边完成你的工作 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要给大家说的东西 OK 那么这里边呢 大概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 那么很多同学其实可能不太了解我 我大概把我的履历说一下吧 我大概三段 因为这个每次任何一个课程开始的时候 我大概都会介绍一下我自己 有一些同学知道我 认为前面学过我的课程的 也有些同学不知道啊 就是知道的同学呢 你未来看那段的时候就可以跳过去 不知道的同学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三段经历吧 第一段经历 是06年到11年 那时候主要在美国微软 在美国也待过 在中国 但是主要是在中国的ACC 当时呢 最开始做过一段程序员 后来做的是技术的经理 就是管理团队的 主要的经历过三个团队 一个是Windows Mobile 这是一个手机的项目 现在来讲 已经Windows Mobile好像已经不做了 因为这个iPhone和安卓 当年做Windows Mobile的时候 iPhone和安卓还没有啊 就Windows Mobile是打败了黑莓 但是所以后来你就会看到说 市场里边一般来讲 经常会有后来者居上 就是前面虽然已经走了 很久的一个项目 但是你会发现像诺基亚 像什么Windows Mobile 最后都消失在历史的 这个尘埃里边了 第二个是IE IE这个项目呢 其实来讲 现在IE 我们底线一会儿也会设计到 说一道一点 IE现在已经edge出来了 我当时做的那个 Traden的系统 现在微软已经放弃维护了 这个其实也有一个 因为Chrome兴起的原因 因为其实来讲是 因为Chrome的兴起 所以我们才会发现说 整个的前端变得开始流行了 原先的话 前端更多的是切图 因为Jobstrip的很多东西 解决的都主要是兼容性的问题 那么从Chrome出现以后 大量的这种复杂的框架 组件的这种东西 才开始出现 所以其实来讲 Chrome对于 整个前端的贡献是非常高的 当然来讲 这个我原来先是 做过一段IE的 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时候看到的是说 你说站在Chrome角度看 说IE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事实上来讲 我可以告诉你在 在IE那段发生的是什么问题 我当时做的是IE7 然后第三块是 Sircle Server和Sircle Cloud 这个主要是做的 跟Sircle相关的 服务器相关的 所以其实来讲 这三段经历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 是说在技术方面的话 既做过手机 也做过浏览器 然后又做过云 云服务的 Cloud相应的东西 以及Server相应的东西 所以来讲 就是别管是这种 很小的设备 还是很大的 这种服务器类的东西 都设计过一些 然后呢 一年呢 这个 因为其实08年 从微软的那个 就是美国的这个金融海啸 那是那年 是金融海啸 其实要说已经 11年前的事了 从金融海啸开始以后 美国的企业开始 就是大量的 把工作收回去 因为美国的工会很难搞 所以来讲 其实中国的员工的 这个成本很低 不像美国 它的成本那么高 但是因为美国的工会 不好搞 所以最后 有大量的工作 被拿回到美国去 然后中国这边 开始就 就很多的团队离职 或者什么 就是裁员啊 什么的 所以后来就是11年的时候 觉得没什么意思 然后外界也不想呆了 后来就去了阿里 阿里呢 当时去的这个部门呢 现在如果对于广告部门 你们有一点了解的话 有一个部门叫阿里妈妈 我刚刚是 如果不太了解 同学说阿里妈妈 大家觉得 这个有点像搞笑一样 就是有点像一个 很山寨的一个名字 因为阿里妈妈 大家都知道 但是阿里妈妈 其实只有做广告的人才知道 阿里妈妈 其实是阿里的广告部门 阿里70%的收入 是从这个广告部门进来的 因为当年淘宝 在跟eBay打的时候呢 打得很厉害 很厉害以后呢 那么 淘宝就说了一句话 说三年内 淘宝店铺不收钱 因为eBay是收钱的 你开店的话 在eBay上要收一笔 有一笔费用 大家觉得这也很正常 就好像你在线下的店铺 你开店总得交房租一样 那线上的店铺呢 来讲你交一个固定的费用 上去以后 然后就可以开店 就eBay是最早是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也比较 接近于用户 但是淘宝为了打这种模式 那对不起 那就是免费 那免费底下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店铺 如果不收钱的话 那你靠什么收钱呢 那阿里想了半天 想来想去 就是不知道拿什么收钱 最后发现就是说 那靠广告 就是你一个店铺开完了以后 你总得需要流量 才能让你的店铺活起来 要没人买你东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你需要 需要广告 需要流量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个阿里妈妈这个部门呢 其实来讲就是做 帮阿里做广告的流量变线 以及就是各种引流 烂七八糟的这种事情 那么在这里边呢 其实来讲 做过参与过的 大概一共前后有五个产品线 包括K2啊 包括 那个DSP Tanks里边的重要的DSP 单品和图文的DSP 包括 有萌萌 包括这个 无线广告 还有包括芒果移动 这是这么几个产品线 那么 当然有萌和芒果移动呢 是其实是当年 阿里收购的两个公司 所以这个里边也参与了 这里面的一些工作 离职前呢 主要是在芒果移动 负责技术 技术站这块呢 主要是 机器学习的算法 因为来讲 就是 涉及到广告嘛 有大量CTR预估 有这种工作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高可用性的引擎 因为 因为广告系统嘛 说穿了 其实就是两个东西 前面是引擎 后面是算法 就这么个东西 然后呢 有一些发明专利 然后我列出来的 都是第一发明人的 这个里面说一点 就是说 如果你发现 专利里面 有一些是 第二发明人 或者第三发明人 那个有的时候 是挂名字 因为我 我在阿里巴巴 是管理团队 那么有的时候 底下的人 他申请了一个专利 那么他是第一发明人 有可能会把我挂上去 因为这个 觉得是 也是 就是老板嘛 或者怎么样 但是来讲 如果是第一发明人的话 那就说明 这个思路是你给的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列的时候 只列第一发明人的专利 然后16年的话呢 就出去开始创业 当时做的一个项目 叫百变空间 这是一个 加装的 AutoO的一个项目 然后的话呢 这里边做了一些工作 主要是技术 就是数据驱动 营销的这些东西 还有包括机器学习 有一些 包括AI的一些东西 这个也是跟原来 工作一脉相成的 这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有一些文章吧 主要来讲 这里有一个公众专号 叫跟隔壁网上 学习会上演 大家会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一个名字 这个主要是 你要搜隔壁王校长 当然那个 现在那个公众服务号 也是有一个同学 无意中注册到 然后就把他给我了 就其他的号都被注册了 这名字不能重 这没办法 就你要想表达这个意思 然后又想把这个 又要是第一个注册这个东西的 所以就费了一点周折 然后在在行的话 你要搜索王立这两个名字 也能找到我 然后还有在知乎也写了 知乎现在不怎么写了 大概是我做前 就是第一个 最早还有一个P2P的一个项目 做那个项目的时候 写了很多的这个知乎的文章 现在写的不多了 大家愿意去看 也可以去看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呢 大概是 就是如果你希望进群 拿到一些资料 比如说这个课程的一些资料 我会在那个 在那个公众账号里面 会挂到云盘里面去 如果大家 以及如果你有些问题的话 可以进到这个群里面 然后这个群里面 可以给大家是 答疑解惑 这个是一个火码 要说你进去以后 会发现里边有一个更新的 一个就是群的那个 就是群码 群码七天要更新一次 因为微信那个群码 七天就过期 这个我不知道当年怎么设计的 所以来讲 就必须用这种办法 要否则 可能未来 某一个时间点看的时候 已经很长时间以后了 那么这个时候 所以用 用这么个群码的一个办法 来解决一些问题 OK 那么是这个 大概嘚巴了一点啊 自我介绍啊 OK